老话说的好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一男子半夜做梦感觉不对劲 赶紧回家查看 结果床上一幕让他彻底崩溃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又看到了什么令人难以启齿的惊喜画面 眼前这个愁眉苦脸的男子就是丈夫王师傅 他愤愤不平的告诉记者 自己最近遇到了一件难以启齿的糟心事 让他是羞愤不已 而这一切都还要从一场梦说起 我昨晚做了个梦不对 我都醒了醒了起来没办法 我都起床上去回家 回家都发现我女的 我期待都跟她另外一个比人 但我床上睡觉 原来昨天晚上 睡在工地板房里的王师傅突然就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他发现自己心爱的美娇妻 正在背着他和别的男人亲亲抱抱 翻云覆雨 吓得他一下子就从梦里惊醒 醒来以后 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脑海里又浮现起了最近妻子种种异常的举动 为了打消心中的这个疑虑 他就连夜起床 其实自己心爱的摩托车一路及时赶回了家 可是回家以后 床上的一幕让他彻底崩溃了 只见自己的妻子身边正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大男人 而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丝不惯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背叛和出轨吗 更加让他愤怒的是 自己的小女儿还睡在旁边 这两个狗男女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在小孩面前行狗且偷欢之事 这实在是令人发指 在看到这惊喜一幕的瞬间 王师傅气得差点就晕了过去 王师傅说 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平时就在工地上班赚钱 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经常是早出晚归 一般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去上班 晚上至少也要到九十点才能下班回家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直接住在工地 这就导致他很少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尤其是老婆年纪轻轻就要独手工床 他自己也觉得对老婆和孩子十分愧疚 正因如此 他才会对老婆百般宠爱 老婆要什么 他就给什么 工资一到手 他立马就会全部无条件上缴给老婆 想的就是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得老婆的忠诚 守护住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结果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猝不及防的发生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建筑工人王师傅半夜做梦感觉不对劲回家查看 结果发现自己的美娇妻忍不住寂寞 正在自己的床上和别的男人缠绵 这可把憨厚老实的王师傅气炸了 当即拿起菜刀准备教训这对狗男女 结果自己反被情夫砍了一刀 据王师傅回忆 当时他赶回家拿钥匙开门的时候 自己的妻子猛然惊醒 死死地把门抵住不让他进来 但是他从门缝里清楚地看到 自己的床上正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大男人正在穿裤子 而自己的小女儿就睡在旁边 他顿时就气涌如山直接撞开房门 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情夫穿好衣服从床下跳下来后 竟然没有丝毫的愧意 直接一把夺过王师傅手里的菜刀 朝着王师傅大腿砍了一刀 王师傅的大腿瞬间就是血流如注 情夫则趁机翻窗逃跑 而可怜的王师傅就只能眼睁睁看着 玷污自己妻子的情夫逃跑 更让王师傅痛心的是 在这整个过程中 自己心爱的妻子竟然一直都站在情夫那一边 甚至帮着情夫打自己 这让他的心都凉透了 幸好苍天有眼 那个偷情在先 坎人在后的男子虽然是翻窗逃跑了 但是因为王师傅家的楼层过高 那个男子跳下去后把脚给扭了 在地上发出真真哀号 王师傅就赶紧下楼 把这个男子给控制了起来 最开始的时候 王师傅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解决这件事情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他自己以后一辈子也抬不起头了 而他的两个女儿未来也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让王师傅始料不及的是 事已至此 自己的妻子和那个男人竟然双双拾口否认 不承认他们是在偷情 甚至还倒打一耙指责王师傅为什么要突然回家 听听这说的还是人话吗 于是王师傅一气之下直接就报了警 是要把这两个人的丑恶嘴脸给揭穿 可即便如此 王师傅的妻子依然是死不承认 面对记者镜头和记者的提问 王师傅的妻子竟然脸部红心不跳地表示 自己没有背着王师傅偷汉子 这一切都是王师傅信口自皇 而他之所以敢这样堂而皇之的睁眼说下话 就是吃准了王师傅老实憨厚的性格 认为只要没有照片或视频 王师傅那他们就没办法 记者听完也是蹦不住了 随后记者又去采访了那位情妇 情妇一开口就表示 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也为是王师傅妻子自己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去的 而且也就是去过三四次而已 好家伙 这原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听到这里王师傅实在是没脸再听下去了 他也不想再和妻子纠缠下去了 他现在的态度很明确 那就是离婚 工人王师傅凌晨回家桌间在床 结果妻子和情夫双双拾口否认 还倒打一耙指责王师傅回家过早 气得王师傅直接报警 把两人送进派出所 王师傅表示他现在的诉求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和妻子马上离婚 并赔偿他五十万精神损失费 第二妻子需要把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他 并支付相应的抚养费 第三情夫需要赔偿的二十万亿药费 对于王师傅提出的要求 情夫表示他坚决不能认同 在情夫看来 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完全是王师傅妻子自己空虚寂寞 半夜给他发消息让他过去睡觉 所以他没有必要承担任何责任 反倒是王师傅应该带他到医院去看脚伤 听听这逻辑 简直是披着人皮不说人话呀 自己大半夜跑到别人媳妇的床上 自己害怕丢脸翻窗逃跑 现在竟然还有脸让王师傅带他去看病 这脸皮简直比斑砖还要厚 但这还不是罪毁三观的 王师傅妻子接下来的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惊呆了 为了让王师傅给情夫看病 刚才还大言不惭死不承认的妻子 竟然主动承认了自己偷情的事实 记者听完都想摔话筒打人了 王师傅表示 接下来他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在此也希望法院能够早日还王师傅一个公道 对于这件事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各位看官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评 记得关注我 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